那要保持距離嗎 我還沒走過 我還沒走過 我不確定我有沒有打過一秒 有段時間沒公開現身的民進黨立委 鄭運鴻終於出現在立法院 原來他前段時間得了水痘 消失養病了好一陣子 你這個記者害怕患者的那個畫面 要留下紀錄 委員畢竟水痘傳染性強 當然要小心提防 不然你看看你的立院同事 連邦解釋傷口開始結痂 已經沒傳染力 而其實委員是被自己兒子傳染的 之後整整閉關的一週沒出門 但委員年近半百還得水痘 確實很少見 像我這個接近50歲的年紀的朋友參考 就是大家可能都忘記自己 我們小時候是沒有公費疫苗的 對那可能大部分人都得過水痘 那或者誤以為自己有疫苗 還好我問過周邊接觸過的人 都沒有一個人被傳染到 其實水痘又稱帶狀炮疹病毒 好發年齡多在3到15歲 冬季早春特別容易得 潛伏期大約2到3週 醫師也說成年人要得不容易 但中了當然也會特別嚴重 超過30歲以上得水痘就很少見了 25歲或30歲以上得了 他的症狀通常會比較厲害一點 比如說發燒啦 併發症啊 比如說併發肺炎啊 都會比小孩子來得嚴重 醫師提醒如果25歲以上都沒得過 建議一定要去打疫苗 不過要注意 若有接種新冠肺炎疫苗 至少要錯開幾週 可別以為成年沒得過 就能跟水痘永遠說掰掰 各位學生你們會關於台北三部島